來 來 來 毛走毛腳 愛毛走毛腳 約會一兩次就想發生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就是愛了一發 約會一兩次應該也 該要愛了一發啦 不然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你們覺得要約會幾次以後 才能夠有親密的關係 民情不同 民情不同 我是非洲人嗎 沒有 因為像我在國外長大的啊 然後我在歐洲遇過很多法國人 他們都是 就是親密關係就像喝咖啡一樣 不誇張耶 真的 像我之前 我之前的有一個就是幫我 處理我的經濟公司的一個會計 他的男朋友就是法國人 他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那個男生就說 你好漂亮 我好喜歡你喔 然後我們去 做愛 愛了一發 這樣子 第一次見面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這樣 有男孩子第一次見面 就跟你們講 你好漂亮 走啊 待會兒愛了一發 你們會覺得什麼樣的感覺 可是他又有性病吧 那我是跟他講說 走吧 怎樣 感覺又有性病的感覺 那剛剛我有講啊 我說法國人講這句話 好過中國人為什麼 因為法國人你就會了解 你可以理解那是他們的名情 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們根本不了解中國人 所以你們可以原諒我們 法國男人這樣子 而不能原諒我們台灣男孩子這樣子 我跟你講我們在台灣長大 我們都這樣 你 你只有他這樣子 你們不能因為這個國家的名情 所以他們是OK 我們就不行 應該講說 這個很不公平呢 應該講說那個國家的男人 感覺起來他們比較浪漫 對 其實台灣也很浪漫 我遇過那個不算吃豆腐 但是我會覺得很不受到尊重 是怎麼樣 就是也是我在國外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 就是一個派對下面 認識了三個義大利人 然後他們也是弄得很熱情 然後馬上大家就變得很像好朋友 這樣子 然後隔天他們說 好啊 那我們明天去 譬如說我家 再開個派對好 大家可以喝喝酒啊 然後吃吃東西 聊聊天這樣子 我們就OK 好約 結果那天 我跟另外兩個女生 然後就把東西弄弄準備好啊 他們也來了 他們帶了香檳啊蛋糕啊 什麼就來了 然後才聊不到半小時 他們說OK 我們可以開始了吧 就是想要 開心 對 想要那個開心 集體這樣 然後我們就他們就 我們就 蛤 我們沒有人有這個意思 然後他們當場就站起來 酒拿 食物拿走人 對 沒瓶 那不走怎麼辦呢 還在那邊 不行 可是問題是 可是就忍走 就為什麼東西要帶走啊 對啊 沒瓶 不行 蛋糕 我說東西就你 就一般有男孩子大方 你就留著就好 然後自己忍走就好 不行 那蛋糕等一下 不在身上的啊